征战游戏更畅快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我们听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采访 其实从他们那一场在 困扇SA打后部那场比赛 至今已经1442天了 这太久了 其实是一段比较长的一段经历 而在这段经历当中的两个选手 其实都在各自的战队 登顶过 拿得过冠军 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段回忆 当然了我们的征程还在继续 这次他们依旧要为 本届试惯的最高荣誉去进行争夺 那么我们刚才那场比赛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这场比赛就是 程度军商会对阵到济南RW霞了 那其实因为刚才那场比赛打平了 那对于AG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现在如果能够2比0战胜 他的对手济南RW霞的话 他将会第一个出现 但我们其实说 谁第一个出现的时候 好像那场比赛都经常容易打平 因为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分数 都特别的渴望 是 就是渴望就会诞生一些着急 或者说有时候在思考的比较多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我觉得刚才两名选手讲的一句话很重要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平常心都当做BO1去打 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也不要有太多的执念 你就放平常心去打的话 反而能够把你平时训练的东西完全打得出来 但你一旦特别有执念 一定要赢下这场货 一定要2比0的时候 反而有的时候会不能够得抢所愿 对 就是欲速则不打 你可能越想要什么东西呢 心态一着急 这可能原本握在手里的东西就滑走了 那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两支战队而言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如果说成队级上会2比0战胜了RW的话 A级将会直接晋级 同样这场比赛RW依旧也是输不起的 因为RW他从昨天最后一场比赛2比0了 LGDNBW之后拿到了3分 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一场3分 他这两场比赛加起来拿到6分了 他现在这个积分已经非常靠钱了 他后面加上这场还有两场比赛 他的这个理论最高分还是很高的 所以现在对于他的每场比赛来讲 就算对手是A级 现在积分排行第一名 他也要尽可能去2比0 才能保证自己后边有机会冲到前三 对 因为RW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是他现在输一个小分 或者说输一个大场 那他们晋级的希望就直接就 可能就要变得很低很低了 那这么看来的话 也就意味着今天这场比赛RW一定是 一定是一定是要冲一把的 是的 忘记之前前几天的失利和状态的不佳 比如说今天的第一大场 他们其实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惊喜和冲击力 但因为他们在昨天和今天都有一个英雄暴露出来 就是无双的祖卡 包括刚才小姨和吴卫聊天的时候也都说 这个版本祖卡加上赞年二组合确实很厉害 不知道成都A级商会今天会不会在第一轮的班围上 去针对一下无双 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祖卡抢 还有一部分是现在的发育路的射手 大部分都是呆射 都没有位移 对 因为没有位移的话 你像祖卡这种多段切入的英雄 那他自然会比较优势 比如说对面前三岛想要拿赞年二家祖卡组合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一些灵活的射手 比如说马可波罗是吧 确实是有可行性在里面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马可波罗其实虽然说对线跟史莱姆斯一样 可能有点抬不起头 但是你给他一个合适的打档 比如说给个墨子对吧 也许也能玩一玩 主要是他自保能力强 这不会你祖卡过去切马可 那祖卡大概率是切不掉的 很难 好 进入到这场比赛 蓝色方是A级 红色方是RW 搬掉蓝领王 一搬蓝领王这样子的话没有针对射手 然后RW侠红色方还是刀红宝贝 赞年二上班的情况下祖卡没有搬 那祖卡没有办法配赞年二的话 一定程度还是能解决的 那我觉得这局就很有可能是A级的一格 加上提力加上安耐特这种组合了 对吧 很像 先抢一格 因为史莱姆斯已经不在 上班了情况下两个射手一人一个 DP 加谁呢 加大射 祖卡虽然没有赞年二 但无双依旧自行 先拿个祖卡 因为祖卡英雄他单切能力也不弱 只是说有个赞年二的话 他更容易去完成切入和击杀 那应该是 安耐特加提力加一格的这一套 雅雅 上的是雅雅吗 雅雅加提力 提力和一格确实能够在下路法一路 形成很强的压制效果 再配上雅雅的话 大大增强了提力的一个对线能力 但是RW下没有在前三楼出射手 也就是说这个射手 算上卡芬妮的情况下 还有后裔黄忠 鲁班7号 你搬不完 其实他搬不完 搬不完 对 因为他在游子位置先亮了一个皮皮 那跟皮皮搭配的英雄 太多了 太多了 他就相当于一个鲁班大师 他甚至于也可以转变一种思路 皮皮完全当开团和组卡去搭配合 形成一个皮卡的组合 然后他选一个能自保的射手 比如说圆芳 圆芳啊 敌人节之类的 先把卡芬妮搬掉 搬不完 但是呢 还是把现在比较热门的射手给处理掉了 是的 那对于RW而言 他们现在着重在 过程搬对抗路 一个是亚连 一个是小满 后裔也被搬了 那外面就黄中鲁班七号 先拿菲勒 还要把玄境留到最后 嗯 他想看到AG的阵容完全出来之后呢 把五个楼变成一个射手柜的counter 那看一下AG怎么去进行处理 因为AG的上半区和打野都还没出 亚连娜 又亚连娜来了 那就是配个战鞭了 是 艾里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组合 目前来看的话登场率比较高 这两个英雄 鲁班七号秒锁 这也是花鱼比较自信的一个射手 嗯 该说不说鲁班七号打肉倒是快的 你像像黄中打亚连娜 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这黄中这个英雄啊 他的炮他落地有一个延迟 就是亚连娜出来出去的 很可能这个炮打不到他身上 但鲁班就不一样了 他这个扫射 只要亚连娜冲上来 他注定能吃到最大升迷 这百分比的一个伤害 没错 而且我觉得RMX他这局采用的风格呢 其实下路是一个团战保底的存在 他也知道AG近期的比赛 喜欢拖一些中后期 AG强就强在他们在后期的一个团战处理 和一些关键团战的决策 包括一些龙团 而且说到AG的打法 我觉得在目前看来 在乘队队上会进步最大的点 就是曾经的那股 满劲 他们收敛了一些 变得更有序 更有调理 就是稳中带狠的那种作战方式 其实这种作战方式很适合这个赛场 所以说他们在目前的一个对抗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创造出一些高光的画面 并且他们的状态给我们的感觉也非常的良好 这一切都是跟他们背后的一些调整 和选手自身的调整是分开的 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经历很多的困难 因为从自己过去的打法和认知当中走出来 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时还要再兼顾其他几名队友的想法 能把五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想法 其实这很难 但一季最近的一个操作 包括他们的一个给我们的观赛感受 确实是一直朝着这个地方在走的 那我觉得他们这场比赛也要小心 RW侠带来的冲击力 毕竟他们现在在连胜 就是永远不要去低估一个正在背水一战的对手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对吧 他只能往前冲 没错 这种对手其实也很可怕 这场比赛我觉得暗流涌动 一是AG 2比0RW 他们就直接获得竞技的名额 不会再滩浑水 二来就是RW他们可不想输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失贯之旅就此结束 来吧 看一下这场对决 听到了选手们在现场的祝威胜和呐喊声 那么我们准备进入到比赛蓝色方式乘队机商会 红色方是锦囊RW侠 大家好 本场解说 子琳 我是本场解说 潇洒 中路2v2 看他直接开狂暴 过来放了一个一只能帮助一格快速清闲 不过清完线之后我们看到一格 灯开了 对 他是往上路去了 可能要帮爱里去抢一下飞雷这边的核道之灵 但下路的话就被压了一下 下路被压其实很正常 所以鲁关销号 哎 先开始上路要一血了 啊 单杀子萱 这是 长生没有交闪 长生不是满血吗 对啊 也没交闪 我看一下这个指甲 爱里有点危险 对 飞雷 这是没大招啊 有大招的话砸下来没了呀 刚才我还在讲的是长生的一格和Cat的牙牙分开了 分兵行动去帮上了 但是爱里当时我看飞雷是压了一波线过去 爱里应该在塔下清线 然后一格再和飞雷去抢那个核道之灵 嗯 就当时爱里虽然在上路 但是他支援不到 我们看一下 哦 这里陈锋不小心按了个闪现 按错了把闪现给按掉了 然后就是上路 你看 哦 被二一中了 打了一套一进了 拉回来 又中 再接普攻 再接普攻 又中 三下普攻 再接一次 三下被动啊 然后又接一次普攻 我觉得今天刚才这个位置 双方都有点紧张的感觉 这有点不小心了 对 一个是中单不小心把闪现摁了 一个是上去支援的时候呢 没想到飞雷的状态这么高 这么高 打出了这么多波被动 嗯 两边其实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心态放平啊 刚才这个操作其实这一分钟之内 有点不应该 两边都有不应该的地方 下路消耗了一波 效应的话这个皮皮的状态要回家了 看一下下路的对线 皮皮由于被消耗了一套啊 下路这块体力可以把线压出去 哦呦 哦 转回来了一套一套标准联招 三二一被动刮 打半血 对 前期的艾里坦度还是不太够 因为他要直接憋破军 或者说憋个苍穹 正常来看的话都是憋破军啊 苍穹过度吧 对 然后奔着破军去 再看一下雅莲娜在反应也被留了 嗯 看一下后续的 哎呦 这下艾里已经能命中了三个人 掩护能不能撤退 莉莲还在进行追击 闪现过来再 在这个地方还能再打吗 要变人形态了 然后又一个一二命中 但是差一点点皮皮这边吞了一下 撑了进去 保住了 那这波祖卡也没有被艾里给追死的话 RWX首野区又转了 嗯 这波懒buff的话 AG想趁着对面状态不好 因为雅莲娜可以原地复活 所以直接常反 这一下倒还是蛮转的 做个止损 不过刚才轩染那波艾里的一技能 极具威胁性啊 可惜缺了一点点爆发 他命中到三个人之后 是能刷自己的二的 有三段二 然后大招落地又有三段二 这要是一个装备成型的艾里 那这一刻他的这个爆发就很高了 但是他当时选择的是追有位移组卡去了 没有回来处理莉莉安 两边在刚才的对抗当中我们看到 一旦有机会也都丝毫不让 哎又一套爆发艾里窜窜窜 大招三段位一跑 就是他开启大招的时候呢 会获得一个东西叫龙印 昨天这个听小鹿老在那说 就是龙印这个技能呢 就是他的二技能的存储量 就是位移技能 对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 现在RW霞上半区是有优势的 然后下路的话是一个 也有优势啊 对于经济的话 花云领先了几百块 这样一来长生的一格在上路那波震盲 还是蛮有影响的 本来一格拿出来是帮下路或上路 你都能够帮助不错的小优的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有点被动了 嗯就是你你可以更好 但是呢现在是差了 比自己的预期要差了一些 对的 这一局我觉得力量打的非常的活跃啊 主动啊 对 力量这个英雄在变成狐形态的时候 最高啊 会加 80点的双抗 变成人形态的一瞬间的几秒 最高会获得240点的法强的几秒 是的 他的等级满了之后啊 对 你看这个龙啊 没有什么权利 那240点相当于什么大家知道了 就是相当于一个帽子 帽子的一个面板法强 面板法强就240 所以说那一刻变成从胡变人形态的那个21 可能有时候会打出一个出息不一的效果 没错 特别是在后期啊 我们看一下诗诗的积分排行榜啊 南京黑肉九进是10分 AG的话紧随其后9分 嗯 敲两下 哎呦一套爆发 切把牙牙的背洞给打出来了 再一个大招打下去怎么掉了2分的血 这组卡上线这么高 大招基础的伤害高再接一发强化普攻 是的 现在雅典娜碰到一些问题啊 之前看终于玩雅典娜经常会进去骚扰小野 去偷一些小野 然后拉开和对面打野的一个等级 但是这把好像他每一波进去都会受到一些阻挠 就有发现RW现在的野缺防守 包括对抗变得十分的坚决和强硬 因为他也之前看过终于玩雅典娜 他的一个思路 有做防范 对 再加上他们这个菲勒很顺 菲勒本来就是定位一个前台 而且这么打下来的话 这个组卡发育的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他这样在后期我们想一下 我们想一个方面 组卡进场 这个体力怎么走 对吧 只能牙牙硬保 只能牙牙硬保 要么就是自己有招牌师技能 因为其他人保不了 是 这个组卡进场这个体力他没有位移啊 他不像史莱姆森能跳一样 他只有一个一技能的减速和二技能自身的加速 而这个加速在三段四段位移的组卡面前 好像有点不太够看 是的 下落 我阿德加报了个五零 嗯 来了 上来欲咒 然后这个地方 芽芽开了一个大招 走不掉 走不掉了 很难受啊 而且这里 利利安一丝血并没有倒 看一下爱里有没有机会 先刮到 再叠自己的被动 冲进来 飞雷尔 往后撤了一下 但是又被组卡 独出了冲进来两棒子 再加上鲁曼七号的二技能无敌杀嘴炮 呃 这波的话 看雅典娜能不能止损把中林塔给推了 因为下落完全防不了了 嗯 这波阿德加开的非常果断 五零爆过来之后 AG并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危险 是 而且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画面 确实也出现了 就是组卡他双双锤进来 确实 真的拦不住 太难了 这把没有别的保护手段 只有牙牙一个大招 但牙牙大招是有延迟的 可能在那个两秒期间 别人已经把你的射手给切倒了 这样的话 随着前期 RW的运营思路的流畅 然后组卡的经济的增长 目前的程度剧唱会就陷入到了内容当中了 是的 现在这个组卡急剧威胁 因为中益这里虽然经济高 但是他是一个出肉装的雅典 他对鲁班7号的威胁并不大 而且鲁班7号会有一个皮皮把他吞进去 再加上发育到后期 除了这个组卡之外 鲁班7号也会成为一个怪物 对 你还得想办法去切鲁班7号 艾里一个人单切是切不了的 而且你看艾里现在的装备其实不好 因为他对位还没有一个坦克型的费类 经济高 是的 这就在可能有一段时间 AG都要逆风了 他只能等体力这里的伤害起来了 是 而对于RWA而言 只要循序渐进滚好经济 这场比赛其实中期不是特别难打 举班7号 看一下上路二塔没有办法防止我的感觉啊 是要强拆吗 给盾 中一塔现在兵线也不好 他们想借助这个位置让对手做个选择 你是守中一还是拿守这个篮 蓝Buff被雅典娜的一个场机拿回来了 那还好 但上路2他没了 这就是RW的中期的运营节奏 如果不失误的话 这种节奏会很窒息 要开团 但是这开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位置 皮皮在野区并不好开团 全是强体 他这个变成大招之后翻滚 他是不是控制的 并不是说像驾驶一样 我让你往左就往左 不相似侧的大招 就是他不够不够智能 对吧 他属于随机型乱撞 你撞不好的话 很可能把自己的核心C位 就带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雅典娜直接看龙吗 这个龙快消失了 谁都没拿到 鲁班乔去拿自己家红Buff的时候 可以看到皮皮呢 也一直在探红杯草的视野 那这样的话容错率就会很高 一套爆发 力量变成狐行带往后撤了一下 还想再来 跟进去 雅典娜 打一套爆发 伤害还不错 鲁班乔也在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这波雅典娜打出了被动效果 一个贯穿枪打到了莉莉安身上 是 因为他身上有魔女 所以莉莉安打他并不痛 这个位置还想找机会 鲁班乔身上的回复能力不是特别高 但是菲勒隔着草丛 二技能命中了 隔墙打一套 那这样把你的前排 尤其是你的前排是打野打残了 这个龙就可以直接动了呀 我觉得这局渲染其实挺重要的 是的 他的这个先手空 包括他在对线期间里的优势 都是现在RW霞能有如此 这什么意思 陈锋怎么又交了个闪 怎么回事 两波了 好像都是按错了 这就有一点尴尬 因为其实对于莉莉安而言 他的闪现对 他二闪开团还是挺致命的 对对徐毕城的威胁还是蛮大的 他如果闪现就是经常会误触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团架里面 可能会丧失一些机会 那现在RW霞已经把AG的事业给压住了 现在只要慢慢的滚野区的经济 可以推外塔 然后再回去拿暗影主宰推高地就可以了 那AG这边就要保好徐毕城 因为他现在是团队里面最稳定的核心输出 然后像艾里的话 我觉得他就自己找机会吧 他是一个切入性英雄 对他破军其实已经做出来了 就你只要找到一波机会 断鲁班七号一波节奏 那其实把兵线带出去 在自己高地在的情况下 AG是有机会翻的 感觉他得绕 毕竟对面有个皮皮 如果AG正面开进去的话 皮皮把鲁班七号吃一下 然后往后撤 那艾里如果在绕后的位置就刚刚好 意思就是说 正面雅典娜要逼出皮皮的那个吞 但有点难呀 因为雅典娜伤害并不高 刚才看到了他和莉莲安和鲁班七号打了半天 鲁班七号也没什么动作 而且鲁班七号我们看到他的经济 首先是不低 其次呢就是他鞋还出了个布甲鞋 快快把破晓给憋出来了 对 这有计划 就等一个探草的人 对 但这个 鲁班七号破晓了 不对 我觉得这个祖卡很有可能把线带过来 无双 他把龙应该放下了吧 他们还打算在这等吗 这个时候再不 他们应该还在草里 要等一个祖卡 哎哎哎祖卡 有机会 祖卡 就就看这波线了 在哪儿 你你你你把握住 祖卡没有上当 没有去 嗯 但AG也是很有想法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 按道理来说 很有可能祖卡就把这波线带了 他们只要找到这一波缺口 其实就能够把兵线带出来 他们机器的比赛 其实不止一次这么蹲了 对 那下落这个高地守不了了 直接放了 选择了守中路 这是什么意思啊 莉莉安又一个闪现交到了前面 这个位置被找到机会 PP撞进来 但艾莉已经切到了后白 又一个一技能命中到两个又拉走了 这波阿特比较要高地的时候掉点了 艾莉是能跑的 他刚才应该是莉莉安闪现跟二 但是冲到前面的那个时候呢 被留住了 他虽然打了一波伤害 他自己也跑不了 其实不过从整体画面上来说的话 他们能推掉下落的高地 其实也还行 但下落的高地是 AG放了的 他守不了了 这样RW侠还是 给了一些机会啊 看一下AG能不能抓住 对面少人的期间 把这个视野 拿回来之后 开一波 这个位置是 应该是 体力刚才扔了一波技能出去 看下能不能 探植到对手大概的位置 因为菲勒可以看到是卡在中右的 但皮皮好像空线了 这波图卡带王线要赶过来了 如果再不走可能会被留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徐碧城保好 因为只要有他在这个整体的输出量上 是有保障的 但如果徐碧城被组卡摸到就很麻烦了 暗影暴君还是被RW侠比较顺利的拿下来了 但是陈锋利利安这个点显得有点不稳定了 嗯就感觉今天他的一个状态和操作 是出现了一些曾经没有过的一些画面 但是整体数据上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211还是可以 上路高地也是一个残血 组卡是想过来用强耀普攻摸掉吗 有二技能顶个盾上去摸这个高地 AG现在总经济是落后三千啊 进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对 就团战还是有一战之力 而且主要是射手位置的提力的一个境界 是能跟上鲁班旗号的 这样的话就有悬念 上路的塔白白放掉 中路这个高地也要放吗 这一波要不冲上去打一套 艾里已经就位 雅典娜先进去吸收了一套伤害 但艾里已经被组卡发现了 这一波艾里很危险 开启了个大招能不能走掉 雅典娜这个位置也在吃上下 开启了个雪怒 一格扔出了自己的大招劝退 撤回来了 嗯刚才我们会发现无双的组卡 他已经预知到了艾里大概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就在这个地方粘着你 不让你配合雅典娜打一个双人进场 但是雅典娜这种英雄 他的进场不具备这种很强的开团效果 嗯他就进去搅合一套 他没有办法直接威胁到CV 属于是肉身留人嘛 那这样的话对于成队级穿回而言 这个阵容上的一个短板 有点缺开放 对就暴露出来 就当你想打团的时候 如果RW霞就B战不跟你打 你是打不起来的 除非是碰到一些龙的团战 现在还要小心飞泪这个英雄 因为他也具备一定的开团属性 嗯根本压不过去 鲁湾超伤害太高了 雅典娜没有办法把视野给打开 这一局感觉这一直打得有劲儿使不出 刷就经济射手位上倒是不低 然后艾里的经济也不低 但是就缺乏收入环境 这个位置想要找突破口 但是差一点 闪现是打出来了 这对RW霞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啊 因为他其他人还没交闪 而TB的闪现是刚才交掉了 我总觉得这个位置 刚才是不是AG先动手的 他好像想要去打了玩笑 啊 但是打着打着 自己的招牌尸技能没了 这波艾里叫后来要打一波了 再不打的话可能就不好 这样可能会被残食掉了 就是运营致死啊 对 不能再等啊 但是这波RW霞也准备开 你射手没闪 来了 来了BB 先运营过来 点娜还是很能扛的 先把兵线紧掉 能不能够理的处理 艾里在后面已经露头了 打到的是莉莉安 莉莉安这个位置 也要去追击艾里 但艾里自己有足够的技能 可以跑掉 化解了一波RW的攻势 现在接近17分钟 RW霞已经拿掉了 AG的三高 其实他现在只要 再等一波暗影暴君 强打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对于RW这支战队而言 就越到这种顺境 越不能打 因为我们在这几天的比赛中 看到过几次破三高被翻 尤其是今天第一场 虽然那把是没有翻盘成功 但是他守了30多分钟 当时的射手也是体力 是 所以一定要注意 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AG的核心位置 也已经发育到了一个神装 当时RW霞打的是涛博 这把RW霞打的是AG 都是破了三高 就看现在怎么去终结比赛 提力大招抢了一个蓝Muff 这好像不是许碧城第一次用大招 去拿回一些资源 之前是抢暴君 手眼通天 总能找到回事的这个时机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暴君 他就没有机会了 大招还在CD RW霞打得有点慢 而且我们看到RW霞的一个站位 他往前站 往前顶 那这样的话提力就算大招打过来 也会提前折回去 哎 来了 但晚了 对 这一波RW霞很强势啊 带着暴君Buff 啊 而且这一次 艾里是出现在了正面战场 他们不须担心被绕后 嗯 贝勒想开 开到了艾里 艾里R只能直接位移走开 在祖卡那里被赶走了 罗万千号憋出了破军 哦 伤害还可以 提力这边伤害没问题的 刚才看刮那两下 来了 这个位置闪现拉开了 莉莉安没有打中 这个地方有机会 匹匹把人吞了带走了 这一次匹匹 效应立功啊 对 当AG找到了一丝反打的机会的时候 效应一个二技能把所有人带走 刚才这是什么画面的 莉莉安又是一个二技能接闪现过来开 想要开 徐玉成的反应很快 直接闪现拉开了 但拉开之后整体AG就扑上去了 他知道你这个位置可能有点难走 是的 第一时间的话 AG的伤害是可以打出来的 当时艾莉好像也跟上 准备补控制了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悬念其实还有 因为从刚才的作战方面来说的话 AG是有还手的能力的 他伤害是够的 嗯 只要体力在 第一时间不被租卡切的话 他现在就怕一招 就是皮皮带着租卡滚进来 直接切到了没有闪现的体力 里面就跑不掉了 确实 而且在外面现在中立资源方面 RW控的非常好 而且马上要到风暴龙王了 RW他没有必要着急 因为他需要的是稳扎稳打 每一分都拿 所以说他这个风暴龙王 他完全可以给你利用三路兵线去拉扯 那这样RW就有点像打涛博那一场了 又要打风暴龙王盘了 他们应该是有足够的耐心的 因为他们不容有失啊 他们整体的积分现在不做好 RG的积分还是行驶不错的 风暴龙王来了 又到了最终的决胜时刻 RG第一时间过去抢 但是RW不着急 他先把下线处理 但RG想秒龙吗 想秒龙 趁着下路兵线还没给到压力 想秒龙 但我觉得这一波艾里不在啊 上下线都不好 艾里的位置好像被鲁班的沙水炮 给探出来 能不能偷到就差一点了 这个位置还不来看吗 你们在组卡 没抢到 哎呀这一下RW很亏啊 哇 AG这一波决策真绝了 确实 就是当时RW还在想 把下线处理一下 再来给你拉扯 但是AG可不管你啊 直接过来把龙秒了 他们在想你程度级上会 怎么可能出来 破三高出来偷偷来把龙摸掉 怎么可能的 这不可能发生了一件事 而且拼成绩的话 雅典娜的斩杀线也会比组卡高 还有被动效果 嗯 但是程度级全会 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啊 在最后的被破三高的这个阶段里 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机会 一下子把龙王给拿到了 那这样的话情况就不一样 他们甚至可以把兵线带出来了 他们想反压了 但是两路的兵线还是有点烈 RW在这一局摆命一输 那这样对于RW来讲 起码要拖到下一条风暴龙王了 是 现在这个局面 他们要防守一波了 而对于AG来说 他们要尽可能的用这个龙王的优势啊 把这个兵线带一带 但好像带不过去 中路的话RW RW俠守得也很好 因为有鲁班七号怎样 鲁班七号请兵是快的 莉莉安就不说了 莉莉安请兵慢 但鲁班七号打到后期 这个扫射的百分比伤害太舒服了 现在鲁班七号在上路 正面RW俠是少人的 但因为AG这里缺强开手段 没有办法就别打了 这里鲁班七号被炸残了 但是鲁班七号现在的回复能力 其实还好 他只要有兵有野怪 就能吸不少血 下一条鲁梦龙王仍然是刷在上路 那这样的话下路的线就要提前去做一下 不做线的话超级兵的压力会比较大 但还有一分钟了 还行 就是你这个视野肯定是要让的 你只要在下路做线 你这个龙王视野你肯定是要让掉 你不让掉的话 你正面四个人战事野的就要被开了 是的 那花园的鲁班七号是直接把破军编出来了 又换了一把引刃 他没有鞋子 他真的是把输出拉吗 他觉得这一局能切他的就一个爱丽 对吧 雅典娜这个点位进来之后 他是有从容的一个操作去应对的 组卡也破军了 都把鞋子买了 两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过交锋了 拉回来亚连娜开始一个大招 有货盾 是的还被皮皮给连住了 哇这个关系号 真的没人吃得住伤害 有个组卡他在绕 20秒封报了王刷新 但是沙路兵线要运过来了 我这个位置我觉得爱里要出问题啊 多段位移走开 两个位移怪 要被留 但是感觉爱里再位移再接闪现 皮皮直接闪现撞进来 有名刀 有复活 站起来 要被守折 没有救到啊 这一次 这波蹲得很好啊 就是能把爱里追到的英雄 可能只有一个组卡 而且他刚换了破军伤害很爆炸 好那现在的话看一下提力的输出够不够 打前台 已经扛不住了 看一下 这一次被鲁卡扫射扫药了 是的 又是无双的组卡 那出问题了 感觉可以播 可以播可以播 现在鲁曼奇奥的状态非常好 超级兵都来了 雅典娜进去 然后力量也来推掉了水晶 让我们恭喜济南RW霞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我觉得这是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啊 你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对手 虽然说济南RW霞在前两天的发挥 并不是那么进入人意 但是今天在他们退无可退的时候 他们没给自己留余地 同时对待对手也丝毫不手软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无双的组卡一直上班 确实 一场非常恐怖且精彩的比赛 刚把时间交给评论器 真的是一场非常恐怖的比赛 而且其实对RW霞来说 确实整个局面有 有点接近第一场BO2的低局 对 这人淘宝的时候有点类似了 但是这局跟上一局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好像他们已经习惯了 这种相对慢速的节奏之后 他们的耐心变得很重要 对 还有就是无双的组卡 真的太强了 在这种又是叫僵持的时候 又要可能往后继续一直拖下去的时候 他找到了机会 去抓住了一个单在边爱里的一个存在 然后后续包括第二波在进场的时候 切C 他真的这个组卡 也确实我理解了 为什么咬善搬尾 刚解说起说的那样 而且你像他们这一局的一个阵容 他机动性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不管是组卡还有这个 黎安都是带位移的 所以他其实在这一局跟上一局的 他的那个应对方式就不一样 你喜欢在大龙那里做兵线做事业 就着我三路兵线的话 我就抓你反手带线的这个人 是 本ag当中一波决策 哇 红打了 那个真的震惊到了 那个好过断 对 就是那可能会让你终结掉比赛的 就是你如果拿这套龙之后 对面如果发现了 如果过来跟你接了 尤其是那个时候的烈士 如果一旦接可能就是终结完了 就可能没了 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局面下就是可能更沉着冷静的判断 可以更好的让你拿到局面优势 那当然就是我对于ag最佩服的一点就是明明整个事都在对方的手里 然后你要去做一些很孤注一致的行为 但是你又沉了 然后对面也没有第一时间急去反应过来 嗯 就那个太果断了 知道说 其实就是像这个游戏就很 我觉得很平均的一个地方在于就是双方在资源上面是一致的 那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失误 你前期让别人占到了优势了 你就得想办法就是像这种情况 你要么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二塔草前面也蹲也在等机会 要么就是这个偷龙 其实他们要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 因为你现在直接出去跟人家打的话打不过的 人家是优势方 人家有视野人家可以先动手 而且就是RW下午说了 可能通过第一局BLR找到属于自己那种偏慢速的一个节奏之后 他很不急 对啊 很淡定 还是通过就是皮皮加鲁班记号那种持续不断你想过来磨我血量对吧 好 我就直接把人吸走 吸走之后往后一拉 然后我还是能出来 好几次都能看到那种皮皮极限的那种血量救援 对 比如说在高地那波直接一个大闪把就救出来那波是吧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第一把不仅是获得了胜利 也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自信 其次就是你会看到这把的操作拉的都特别满 就比如说上路那波菲雷的单杀 你看到了吧 那个操作其实是很丝滑的 上路单杀掉了一个 就是我的技能不空 然后其次 你一格 说啊 对标我们正式服什么 其实他有一个弊端就是没有位移 所以说飞类一旦黏住你 哎呀 那个脸招小丝滑 你要学会躲圈 但是他又给你把握距离 就那两边走位的一个互相的对拼 看得真的很舒服 然后后期就是足卡 就等于每个人都开始在CN 我前面上路对抗路 子萱发力一波 然后打野后面再发力一波 然后包括莉莉安在中期几波自己的一个单点切入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包括中间的就是一塔前的那波团 皮皮如果不救的话 可能那波也会有一个人头上的一个互换 可以看到经济曲线 其实成绩上路真的是在就那么大的地方当中 他真的要掰回来了 好 来看本局MVP 祖卡 无双 如果记得没错 他今天是连着第三个MVP了 对 对 一把莫拉 两把祖卡 好恐怖 就是 其实我们说了在下地赛的时候 当无双通过这么名单上场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他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随着他们没有可能在下地赛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但也得到了自身很多印证 就我印证出了我的赛训方向到底是什么 这次KSC虽然前两天也确实没有打出很好的一些效果 但是到了今天之后 包括上一把的BO2的语音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就这名选手对胜利的渴望 和他自身的那种属性是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对 就是你有的时候说吧 这个队伍风格他真的是 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RW的打野他就是厉害 他出来的好多打野也很厉害 对 就把笑颖的这个PV的熟练度也很高 他刚刚那个滚的选择的位置 大招的范围和闪现的时机都恰到好处 没错 这不好这是第二次切入 鲁班扫射配上测语切入的组卡 就整个画面其实那种尖刀感特别强 就是不断的往前去打持续掉点的感觉 特别坚决 那天要奔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来看阿里 阿里 阿里 杀阿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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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杀 绕不了龙 好弹 屁股 慢慢来 慢慢来 有吃 有吃 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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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复过的 慢慢进 我弹了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准备准备 准备 我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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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塔 来来 点塔 来来 真北伐 我这把点了两个闪现一个金身 我每次 好是小花说的是吧 哈哈哈哈好像是小花说的 呃整个气质都出来了 其次就是最后一波 大家的一个判定是 他们在单边的视角里面感受到 成统一超会又想秒下一条 风暴龙王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没有占中 中左的这个口 他们往中右偏 而祖卡在对方红去发现了爱里之后 所有人第一时间集结 转变了自己当时的第一时间的判断思路 其实他那一波因为 就是呃 成统一超会他是带了一波下路的线 然后才回到风暴龙王的那一波 但是实际上 只要是祖卡前面先带一波线的话 那么那波兵线因为是个超级兵 还是会对成统一级超会的水晶有这个进攻性 对 所以一定会有人去带这个线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角色 就是谁来我们就带谁 对 而且可以发现确实这个有机会之后 对整个进展2部下来说 其实是很紧张的 像陈锋在语音雷说了 恩错两个闪现 这个是很紧张 我觉得现在蛮紧张 因为真的他们现在有 真的就是一个黑八奇迹 因为昨天在赢了那场2比0之前 他们是第8名 但他们现在是有一个冲往前三的一个机会 甚至是第一 甚至是第一 如果他们一路2比0 所以说我是非常期待的 我也是觉得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不要有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我觉得陈锋在玩到莉莉安的时候 可能因为这个英雄上限是比较高的 所以对于自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把确实有几个明显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闪现恩错的种的 我觉得还好吧 我就调整一下 我们就是放平一下吧 心态吧 是的 比赛马上开始 马上时间交给金说喜 好 那么随着刚才这一生